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HKCE2006年的PayPal 1 第七條的長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看題目 它說在模型中的Coordinates of the Point 就是A和B 分別是-27和-5555 即是這兩點 Respectively 分別地 它就說A is a Rotated Clockwise about the Origin O就是-90度 即是說沿著O點A點 沿著O點就順時針轉90度 不如我先將它第一句用黃色筆顯示 即是這個題目是它的第一個動作 接著它就說B點做甚麼 我拿個黃色筆 B點是怎樣得出來的 就是這一點 is the reflection image of B with respect to Y axis 即是說沿著Y axis 照鏡子反射過去 將B點反射過來 好了 我們逐一擊破 不如看看A part是甚麼 A part 它就叫你 Write down the coordinates of A和 B 好了 我在這裡看一看 首先我看一下黃色部分 A part是甚麼 其實如果你給我做 我自己就會在這裡切下一條線 我給它藍色 首先我想處理一下A part 好在那裡 我拿一支綠色和紅色筆出來 準備給你一些色彩 我用的招數就是 我會畫一個直角三角形 和藍色線做一個直角三角形出來 而這個直角三角是要和X軸夾出來的 我自己會這樣看 對 和X軸夾 即是這裡 給你一些色彩 這條線是紅色 這條線是綠色 就憑紅色線你會看到甚麼 因為這一點告訴你 它移過來是負二 所以即是紅色線的長度就是二 好了 移上去綠色位 就是七 所以綠色線的長度 就應該是七 所以其實即是 換句話來講 我們現在要做甚麼 就是要把它旋轉rotate 我拿紫色筆 好嗎 好了 把它rotate the clockwise about the origin all through Gallardo 即是順時針方向轉 甚麼是順時 看看錶就知道了 看看我的錶 順時的意思是否這樣轉 看到嗎 這樣轉 所以其實就是這樣轉 轉 Gallardo 究竟它轉了去哪裡 我便有一個合理懷疑 這條橫的紅色線 轉90度 是否橫會轉直 可以嗎 所以其實我大概目測 我就會當 它打橫轉打直 就會來到這裡 我游好一點 所以即是這個是二 那麼長 好了 那這條綠色線 那打直 是不是理論上 就會轉成打橫 如果轉90度 所以其實即是 在這裡 大約是七 那麼長 我們先打開它出來 大概這麼長 我估計 是嗎 那 那 A鬥好 理論上 如無意外 都呼之欲出的 應該就是在這裡 A鬥好 那這個就是A鬥好 那 那 我不如 畫下它 拿著紫色筆 好嗎 那 拿著藍筆 A鬥好 就是這裏 所以 看回 綠色線的長度 剛才也說過 這個是7 所以綠色線就是7 所以我們也不難去看到 其實現在是否用一支藍色筆 給大家看 這裏是否轉了90度 就是它所謂的 就是它所謂的 Cordwise 順時針方向轉 轉了90度 轉了來這裡 是不是 而事實上 這一點紫色點 A鬥好 就是 轉過來是7 綠色線告訴你 上面是否7 轉過來是7 所以這個位 X位就是7 而轉上去這裡 就是紅色位 告訴你 就是2 所以這個就是72 好 解決了A鬥好 差在B鬥好 B鬥好就是粉紅色的句子 粉紅色的句子說什麼呢 它就說 是沿著 With respect to YS 沿著Y軸 就是這條線 做反射 將B點反射了它 不如我拿一支圓筆出來 何謂圓Y軸做反射呢 就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說 如果我在這裡 先拿一支圓筆 就加一條虛線給你 好嗎 好 如果你會發現 這裡的長度是多少 從這裡看到 這一點看到 負5 反過來是負5 所以這個長度是5 其實你要沿著Y軸做反射 是不是真的 這一節和這一節做反射 將B點射到這裡 就是說這個長度 要大家都一樣 就是簡單一句 我會覺得就是 大約這樣的款 畫長多一點點 嘟嘟嘟 好 大約我會覺得 應該在這裡 對嗎 所以 這一點就像是 他說的 B 鬥號 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我也說過 這一節是5 這一節也要是5 因為沿著Y軸做反射 這一節和這一節一樣 大家要照鏡 這個長度 所以這個是5 對吧 所以其實測是什麼意思呢 測是紫色那一點 B鬥號 是什麼 轉過來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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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一節也如無意外 是5 轉過來是多少 從這裡會看到 轉過來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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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就是5 OK 所以A part的答案 不如我在這裡寫給你 好嗎 在這裡 好了 A part的答案 我會馬上寫的 就是A 就是72 因為它叫你write down 因為它寫出來 所以不用給它任何步驟 只能看到 總之你寫出這兩個答案 就可以了 And 還有那個 B 當然就是 5 我就很詳細地解釋給你聽 但是你到時候寫答案 寫這兩個答案就可以了 可以嗎 OK 如果OK的話 我們再去B part 順便在這裡寫下B part B part問你什麼 它就說 The length of AB 還有A、B、Ecos 它就叫你explain your answer 即解釋 首先我在這裡看 A... sorry AB在哪裡 AB其實如無意外 看這個款 就應該像是這條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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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A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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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條 不如我拿點紫色筆吧 應該就是這條 不知道它是不是一樣長 看起來也不像 這個短一點 這個長一點 不過純粹我的目測 對嗎 有機會我畫得不好 對嗎 可能一樣 不知道 所以試一試它 對嗎 我們試一試 首先怎樣試呢 先計算A Boy A Boy的長度 因為我們現在有兩點 Distance Between Two Points 所以根據公式 我先用藍色筆線 好嗎 根據公式 AB的長度 就會等於什麼 當然就會等於 X2-X1 就會是 負2- 負5 整個東西的2次 再加Y2-Y1 就是7-5 整個東西的2次 再開方根 所以其實 換句話來說 前面這個負2 就減減 即是正 負負得正 加5 即是3 3的2次 即是9 好了 再加7-5 就是2 所以2的2次 即是4 整個東西的開方根 所以其實 換言之 這裡就是13的開方根 藍色這個AB 好 我在旁邊再做一個 A鬥好 B鬥好 看看究竟是多長 你才會告訴別人 究竟是一樣 還是不一樣 好了 如無意外 我看這兩點 就是A鬥好 和B鬥好 這兩點之間的距離 就是distance between two points 有頭尾兩點 就可以了 所以X根據公式 就是X2-X1 就是5-7 就是5-7 就是整個東西的2次 再加Y2-Y1 就是5-2 就是整個東西的2次 再開方根 所以這個就是4 再加5-2 就是3 33-9 好了 再開方根 所以換句話 4加9 就是13 也是13 開方根 你說這兩個 是不是一樣 當然是 但你要回答別人 所以 是不是 但也要回答別人 那我就會告訴別人 The length 照抽題目 可以了 照抽這個字眼 就off這個AB and 給你那個Color 就是A鬥好 B鬥好 就會R equal 那就搞定了 OK 行不行 好了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到這裡 OK 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